其实我不用这样 我可以很轻松去录一些节目 偶尔来健身 叫些教练帮我带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明根力了 但是那不是我要的 你们那个什么 什么刘耿宏 他们跳槽火我都不知道的 他们没卖糖水烟窝 糖水烟窝 糖水烟窝 我都不认识的 刘耿宏卖假烟窝 岛全任赔 中国网友不买账 缝沙吧 刘耿宏又想哭了 我的妈呀 不要哭 刘耿宏在抖音的刘教练顺风 现在变成台风了 30后再被直播 带货一个新发 直空卖糖水烟窝 不都是马来西亚 红树林的烟窝作为原料的 而且五字的古法手工挑毛 然后211度的高温杀菌 封装技术放在里面 林天佳没有任何的防护剂 让你吃的健康又天然 他很丰盛地叫我喝糖水呢 我就问你抖音一句话 那个烟窝是不是你们 你们抖音卖的遍地开花了 所有明星和你们大网红全卖过 什么刘耿宏也卖过 事情是这样子的 新发表示2020年 自己为了假烟窝争议 赔了台币三亿多 了不起负责也道歉了 抖音还躺着赚钱黑自己 气得把船上的人统统给拉下水 包括贵平台当红的刘耿宏 也卖了同款烟窝 我现在就想让他把卖的那些烟窝钱赔 赔了 因为我赔了 我觉得那么大公司没赔 我这里不公平 不得劲 安全提醒 请注意直播内容 内容低俗倾向 侮辱攻击辱骂他人的内容 可能会被断播 违规预警 暂未对直播间处罚 你有证据证明我侮辱你了吗 你是你要封我号 你封就封 无所谓 不用打这事吓唬我 来开播就是怼你的 然后类 行吧的直播账号 就被封禁了24小时 刘客宏30号的健身直播 并为正面回应行吧的爆料 说到激动处却哭了 我不是哭 因为我一点不难过 我满满的 心中的幸福感 我其实可以好好享受 这一切的明根力 但是我觉得上天给我这明根力 不是要让我来享受的 是我必须要有使命 带更多的人 拥有健康幸福的人生 我不能自私地独享 我不能让很多的教练 依然在过一个对健身 没有盼望的日子 让很多人进到健身的里面 就想到那些业务 卖卡 消费 其实我不用这样 我可以很轻松去录一些节目 偶尔来健身 叫一些教练帮我带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明根力了 但是那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 更多男孩女孩们 婚姻更幸福 家庭更美美 我不知道我能做多久 但是我知道我会坚持下去 我跟你讲 我这时候一定要来一个快乐的歌曲 记得要勇敢 来中国难关 坚定的一致是百分之百 哪一个 至于刘教练 虽然是在淘宝平台出的包 而非抖音 但是有卖假燕窝就是有卖 中国网友说 某宝怎么还不出来回应啊 刘教练是在你们平台上 直播卖这款燕窝的呢 风沙吧 希望和星巴一样已是同仁 而刘庚红31号认错也认赔了 对于我先前合作的公司 选品不够严谨 导致信任我的消费者受到损害 我感到非常抱歉 声明则提到 对于2020年在直播间 购买过燕窝产品的消费者 相关退款退赔要求 我是愿意承担所有费用 我不是哭 因为我一点不难过